早在2009年12月2012荣耀盼望信息筹备营里面 日华牧师已经按照PlanetX的研究 预告因为PlanetX将要逼近地球 PlanetX的庞大引力将影响地球磁场和气候 甚至全球将会出现多刺激的现象 并引致受磁场影响的鸟类、鱼类和其他动物出现群死现象 事实上,至2009年尾 日华牧师发出警告之后 全球多处出现史无前例的动物和生畜群死现象 并且至今从未停止过 甚至踏入2015年1月 动物群死的离奇现象 明显是更加持续加剧地发生 瘟疫处处,而且情况更是非常惊人 史无前例 2015年1月2日 阿根廷卡洛斯拉巴斯湖 再有大量的死鱼浮现 对于当地人而言 再有大量鱼类死亡 已经变成惯常事件 并且死鱼尸体夹集蓝绿组类繁殖的臭味 令居民难以忍受 同日 意大利卡托利卡和里米尼 一周之内 共发现七只海龟离奇死亡 1月4日 马来西亚金榜巴鲁 一个渔场有成千上万的养鱼都死亡 1月6日 新西兰Douglas Bay 发现近一千条鸟鱼死亡 1月6日 印度谢以沙亚湖 发现上千条鱼死亡 同日 1月10日 印度贾巴尔普尔 成千上万的死亡 集体死在一个湖泊里面 1月10日 英格兰 萊斯特郡的混河 出现成千上万的鱼类尸体 环境局表示 为了减低环境污染 工作人员将会努力清理鱼类尸体 1月10日 墨西哥瓦哈卡河流 发现成千上万的死亡 1月10日 北国韦斯特兰德 有数以千计的死海星 冲上岸边 1月12日 北阿尔南安德里姆 有数百只甲子 离奇从天吊下 1月12日